文化部率领国内300多家出版社 共马来西亚吉隆坡 参加围棋十天的海外华文书试 一共展出超过2万册书籍 驻马来西亚代表张继平在开幕式表示 希望透过参展让台湾和马来西亚 在文化文艺方面又进一步的提升与拓展 文化部今年邀请了四位台湾不同类型的作家 随团参展包括蔡时平 吴明毅 庄祖仪以及陈英凡 张继平指出台湾文学 影视和流行音乐 在华人世界扮演重要角色 因此这次以三重奏的方式 让大马民众经由音乐和电影 更了解台湾的文化深度和魅力 当然参加班冼学校 都不再说一些 广州《大马民众城》 文化佐伯人前打开的地上 楼圆地亚 将冠者セシ业 星体的方式 也十分非常具能